中國足球隊奪得第二屆東亞錦標賽的冠軍 在最後一場 贏北韓2比0 白色的國家隊贏北韓的話 就可以保持爭標機會 而賽前榜首的北韓 贏球就立即獲冠軍 高林的頭錘二傳 準備接應的謝輝在禁區一跌 球證走去十二碼點 謝輝說搞定 開球十三分鐘國家隊獲得點球 李賢右腳一臭入網令北韓在今屆第一次失球 國家隊在之前兩場 都在領先底下被南韓和日本迫和 今場就終於保住勝局了 雖然門前曾經出現過驚險鏡頭 大到67分鐘 高林全中給謝輝 而謝輝吸過了北韓的首位起腳射入 國家隊以2比0贏北韓 由於在另一場 南韓以0比1輸給日本 國家隊踢三場 以一勝兩和得到5分 奪得冠軍 而前中國的國腳范志毅 將會重頭本地球會彭馬流浪 上季效力中超上海中方 范志毅說 將會在彭馬流浪出入教練兼球員 會視乎球隊的需要 決定是否出場比賽 范志毅曾經在03至04年球季的季初效力過流浪 世界田徑錦標賽俄羅斯的伊雲諾威 要完成新的任務 醫生也只能在患者身上 加錦標賽的冠軍 在最後一場 贏北韓2比0 白色衣服的國家隊贏北韓的話 就可以保持增標機會 而賽前綁手的北韓 贏球就立即獲冠軍了 高林的頭鎚二傳 準備接應的謝輝在禁區一跌 球證走去12碼點 謝輝說搞定 開球13分鐘國家隊獲得點球 李賢右腳一抽入網令北韓在今屆第一次失球 國家隊在之前兩場 都在領先底下被南韓和日本迫和 今場就終於保住勝局了 雖然門前曾經出現過驚險鏡頭 大到67分鐘 高林傳中給謝輝 而謝輝吸過了北韓的首位起腳射入 國家隊2比0 贏北韓 由於在另一場 南韓以0比1輸給日本 國家隊踢3場 以1勝2和得到5分 奪得冠軍